注意看,一群鲜嫩多汁的大老鼠正在水中愉快地玩耍 今天陷阱小哥很生气,家中仅存的一袋粮食都被一群老鼠霍霍掉了 为此他不眠不休十天,终于赶在元宵前制作完成了这个杀伤力一千,价值一百万的补蜀神器 由于已经没有多余的粮食,所以只能用地上残留的一点粮食将就下 好,现在实验正式开始,老鼠头子带着他的文武百官瞬间出现 论吃,他们是专业的 由于地上粮食不多,显然满足不了这群饭桶 很快就有老鼠惦记上了玻璃箱上面的粮食 有谁能打出这个字 顺着小哥早就为他们准备好的爬梯来到顶部 也不知道是不是饿了太久了 两只老鼠忽然老眼昏花莫名其妙就钻入了水中 难道是天气太燥热,想进去泡个澡 其他的老鼠显然精明得多 顺着白色的导馆来到中央的位置,顺利吃到了粮食 可是咱不能吃毒食啊,中间这几只耗子站着毛坑就不想走了 后面的兄弟们早已鸡肠碌碌,一个劲疯狂往上涌来 可是上面这狭小的空间哪里能够容纳这么多的老鼠 结果是一只两只三只纷纷被同伴挤入水中 还有些是早就看不爽,对方故意下黑手的 最后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小伙伴们,你们说老鼠可以在水中坚持多久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最后就管满省的 próximGra